你好 欢迎收看11月1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空军第五连队一架F-16战机17号晚间六点桌 执行夜航训练 从花莲空军基地起飞之后 两分钟就在雷达光点上消失 疑似坠落地点在花莲机场东北方八里处 而机上一名上校驾驶蒋正志目前失联 国军投入了海军戒艇以及救援直升机 侧夜搜索失联的飞行员 期盼可以平安地把蒋正志给带回来 军舰在海上大规模搜索 F-16战机17号晚间在花莲外海执行任务时失联 海军落叶透过井江极舰起盘式搜查 既得极舰地毯式搜索 海巡人员也动员加入搜寻航列 时事海域周遭的崇德海滩 救难人员不用漏掉任何角落 依旧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不止海上救援 包括空情总队与空军的黑鹰直升机 也频繁轮替进行空中搜寻 只盼能稍来好消息 外界更传出拍到F-16坠落的影像 但国军不愿证实 这次搜救任务由国防部主导 根据了解 18号上午就出动了10架搜救机 一架空情总队搜救机和4艘海军舰艇 以及16艘海军署舰艇 搜索的行动以最高规模进行 到目前为止 已经实行了12架次的空中搜救 那这12架次里面 其中有3架次 是用运输把我们的飞行组员 相关的装备遇到花莲 其他9架次都是在海面做搜寻 要求所有单位不能够放弃 任何的机会 那权力的救援是我们现在 最优先的任务 那么空军已经将F-16 前面停飞进行检查 那我也要求必须要彻查 深情严肃 总统蔡英文正中要求 国防部以救人为第一要务 也替失联上校集气 期盼能尽快听到好消息 这花莲台北情报报道